边境筛检严防就怕大魔王Delta进入社区 因为上周境外一入就有12例感染Delta变种株 没想到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爆出一名确诊案例 因为中央基因定序检测结果缓慢 事后才知道是Delta病毒 紧急召回并裁检确诊 这两例比较特别 定序的结果比较晚才出来 技术上有时候有一些挑战 指挥中心证实案154257月14号确诊 当时初判本土个案CT值25 三天后改判美国境外一入 解除隔离补验精英定序 才发现是Delta变种株 直到8月14号才通知卫生局 另外一名检验较慢的 还有案155508英国籍男子7月15号入境确诊 8月10号确定染上Delta 相隔26天后才验出来 符合这个结割的条件 社区其实并没有造成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指挥中心说只有两例 但北市卫生局却又爆出一例 案15944从美国返台裁检确诊 31号才通知感染Delta 还召回裁检 我们很怕Delta病毒进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防防防 觉得不能松懈 就是这么简单 是2.0版的校正回归 会中心在检验的量能 因定序的速度完全都还是跟不上 就怕成为Delta大破口 指挥中心从9月3号起修正 境外一入个案都比较Delta确诊者 裁检两次CT值大于30或阴性才能解隔 否则Delta入侵社区将难以控制 记者林英伟曹家人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